今天晚上是上寒师讲的第八讲 少阳病的疑难问题与临床 这个上寒病 上寒链上的上寒病的条纹不是太多 但是呢有六个柴虎症 另外呢还有五个疑难问题 也就是说尽管条纹比较少 但是呢分量还是比较重的 这个下面大家看 我先探这个这是五个疑难性的问题 第一个呢是上寒病片 为什么位于阳闻病片之后 这是排列六经排列的顺序问题 第二个呢这是有争论的 第二个呢是 但见一正便是 为什么单指柴虎堂 这个因为张景讲的非常清楚 上寒中午风有柴虎症 但见一正便是 为什么单单指柴虎堂 第三个呢就是小柴虎堂的足放用药 为什么不虚而补 第四个呢是大叉不堂症 为什么非属少阳间阳命症 这也是个争论性的问题 而且呢在这里和全国教材 我讲的也不一样 第五个呢就是少阳病占预 为什么不属于新病占预 这是唯一耐性问题 这是重点条文 263条是提纲症 下面96条就是小柴虎堂的主要条文 另外呢 1303条是大柴虎堂症的主要条文 107条是柴虎加龙骨木里堂的主要条文 另外呢还有146条的柴虎堂 104条的柴虎加盲小堂 和147条的柴虎堂肝酱堂 也就是说一共张景在先陈的少阳 一共讲了六个方证 但是这六个方证 以小柴虎堂作为基础方 这个大家必须得知道 在六个柴虎堂的方证当中 以96条作为基础条文 作为基础条文 96条给我们列出了四个主证 往来还是 胸懈枯满 默默不淤死 心烦朽 讲了四个主证 这是这四个主证 是少阳病的最重要的证后 四个 就在96条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在具体的条文 具体的后面的大柴虎堂 和柴虎加龙骨木里堂的条文 我都不给大家念了 我都不给大家念了 现在呢 我先讲第一个疑难点 疑难问题 为什么少阳病篇 要位于阳门病篇之后 大家知道 大家看一下 如果按照表理层次的排列 就是三阳病 按照表理层次的排列 太阳为表症 阳门为理症 你少阳是半表半理症 张景没说半表半理 但是张景说了半在内半在外 说了这个词 说了后世呢 我们少阳住家呢 大家都因为 少阳属于半表半理 按照表理层次排位 应该是太阳后面是少阳 少阳后面是阳明 也就是表 半表半理 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啊 但是 上海的六经辩证 不是这样排的 是太阳 然后呢 阳明 少阳在阳明之后 那么这个排列 就引起争论了 引起后世 上海住家的争论 这个争论呢 我个人认为 是在分析思维上 主要的问题呢 是格列了 上海论与内境的关系 因为三阳病 三阳的排列 这个是 按照张景 是按照内境排的 按照内境排的 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才有了这个排列 所以我们必须得理解 你为什么要这样排 下面我再谈一下 你看 内经 三阳理论 是源于内经的 当然了 在内经以前是 源于是 古代阴阳学家的 但是内经 讲三阳理论的时候呢 排列的非常清楚 是按照阴阳气 有多到少排的 有多到少排的 也就是说 太阳为三阳 阳明为二阳 少阳为一阳 因此三阳的排列 有多到少是三二一 那四阳二阳就是太阳阳明少阳 是这样排的 三阳也是这样排的 按照阴气 多少 有多到少排的 太阳为三阳 少阳为二阳 绝阳为一阳 因此呢三阳的排列是太阳 少阳 绝阳 这就是三阳三阳的排列 内经上就是这样排的 就这样排的 而且内经这样排 它有理论 天安纪大论上讲得很清楚 阴阳之气格有多少 故约三阳三阳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为什么本来就是一个阳一个阴 你怎么一下弄出三阳三阴来 你怎么分的 你分的根据是什么阳 分的根据就是阴阳气的多少 阴阳气的多少 就根据这个分的 因此呢 太阳阳明二阳 还有个称呼 叫做根据阳 阳气和阴气的多少 还有个称呼 叫做三阳二阳一阳 好 这是内经 我们再说三阳 张景三阳论字序当中 讲得非常清楚 转用苏文九卷 是在这个基础上 张景创立了六经辩证 六经辩证就是三阳辩证 但是我们后世为了说的简单 所以叫做六经辩证 其实呢 如果是真正 讲得非常完美 应该叫做三阳三阳辩证 这个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都习惯叫六经辩证 所以 但你得明白 六经这个词 就是三阳三阳 一简称 这简称 所以呢 大家必须得明白 这个张正景 写商论创立了六经辩证体系 但是呢 他是源于密经的三阳三阳理论 这个你不能丢掉 不能丢掉 所以我们要强调 要强调一下这个问题 有人发表文章 因为这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 就是有人就提出来了 上海论可能弄错了 应该是太阳完了讲少阳 上阳完了是阳明 这优表到代表 代理到理 这怎么上海论上 怎么太阳完了是阳明呢 最后呢 阳明完了才讲少阳 这是为什么 因此有争论 上海住家有两个大派来进行专论 近来呢 有人专门发表文章 谈这个问题 当时我看了这个文章 还有 我脑子里都有点 有点发愣 我想怎么能这样讲话呢 他发表文章 他说 为什么少阳病排在阳明病片之后呢 他说的理由是 张忠景发现少阳病 晚遇阳明病 那个意思就是 他张忠景啊 先发现了阳明病 然后说阳明病写在前面 发现阳明病以后 又发现了少阳病 所以那少阳病排在阳明病后面 哎呦 当时我看了之后呢 真是 是啊 医生张忠景去世 1800多年了 啊 张忠景又活回来 看见你这样胡说八道 我估计呢 他马上又气死过去 哎 这样研究上涵论 硬是上涵论 真是不合适 哎 真是不合适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把内经给抛弃 你这是走了日本人的路子 哎 日本人是否认内经的 啊 日本汉放医学的发源 就是康平康治本两个上涵论 发源 啊 但是我们 我们中国的中医 你知道 我们的理论体系 是源于内经的 啊 我们的基础理论体系 是源于内经的 我们临床辩证体系 是源于上涵论的 啊 同时你还得明白 张景的上涵论 六经辩证 啊 他是源于内经的 三业三样理论的 啊 三业三样理论 我后面呢 我讲了三个理论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签 上次我讲 179套阳门病症候的分型 啊 分成太阳阳明 正阳阳明 上阳 我给你讲过 张景 这说一句 把阳门病分成这三个正型 原因是什么呢 是 这三个正型 阳热的程度 根据这个来分类 啊 根据这个来分类 所以正阳阳明 阳热最盛 呈其他 太阳阳明次之 啊 妈自己这玩 啊 阳热最少的是少阳 因为是物质 伤菌了 啊 连内服药都不用了 啊 外用就行了 啊 逆间外用 就倒下 你看 啊 非常清楚啊 啊 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证明 对不对啊 啊 你看 179条阳明文的分类的理论 啊 理论根据和 六经三阳的分类的理论根据排列的理论根据是一致的 我们在 我在讲 举三音的例子 啊 三音 是太音 啊 少音 倦音 也是三音 二音 一音 优多到少排的 你好说了 哎 你能拿出根据来吗 我我我举了口嗑的例子 大家看一下 三音病是杨虚症 杨虚症有一个比较长线的症候 拉肚子 就是自立 自立 你看张无情是怎么谈的啊 太音病 自立不磕着属太音 你看啊 下力 是伤菌呢 所以是菌也下泄呀 所以呢 下力应该口磕呀 但是太音病的下力口不磕 为什么呀 太音属于三音呢 有的是水呀 拉吧 泄呗 再怎么泄不伤音 一不伤菌 因此呢 太音病 虽然也拉肚子 但是口不磕 你看张无情啊 三音病的下力 他是怎么认述的 你从这个口磕 你就能看到张无情呢 对三音 二音 一音 那个分类是非常清楚的 太音病 自立不磕着属太音 少音病 自立而磕着属少音 这原话呀 你看 太音少音 都拉肚子 都下力 但是呢 太音下力 口不磕 为什么口不磕呀 三音呢 有的是军业 拉吧 不会伤菌的 但是少音不行 少音呢 自立 要苦磕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二音呢 你用伤音呢 你不忘这个 而且少音张无情 除了讲韩化症 还讲了什么 热化症 少音热化症 是音许化热呀 你看非常清楚 到了军音 好了 都不讲下力 提纲症 知解是 军音之未病 萧科 还不讲口科 还讲萧科 还没有涉及到下力 为什么呢 军音是一音呢 就用上音呢 音气就不足啊 你就明白了 我们从三音病 口科的程度描述 就是中性原文 您就发现 您就会非常清楚 理解中性的本意 我这三音的排列 是根据 去音业多少 又多到少排列 他临床表现都不一样 最后一个证据 我讲的少阳病 对不对 少阳病篇 270条 他这句话 非常重要 他说山寒三日 三阳未尽 三阴荡寿邪 这段条文是在少阳病院讲的 那个意思很清楚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三阳的阳气 有多到少 最后到了少阳了 好 到了少阳就剩一阳了 以后再往下发展 就有少到虚 有阳少 有一阳 最后到阳区 到阳区呢 就发展是什么 发展到了阴京了 发展到阴京了 竟因为这样 所以张景说 三阳未尽 三阴当受邪 这句话是在少阳病院讲的 通过这句话 中景这段原文 这270条 很清楚 就证明了 张景是根据内经的 三阴三阳理论 阴阳之气格有多少 顾约三阳 来排列的三阳 来排列三阳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你赌上海论 你离不开内经 离不开内经 因为中景呢 在思绪当中 说得非常清楚 赚印四文九件 所以呢 你要格列 上海与内经的关系 这个上海论 你是学不透的 很多东西你理解不了 日本人就走的这个路 最后呢 日本汉房临床 曾经被消灭 被消灭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不能这样 这样走 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很麻烦 我们必须得明白 我们中文学的 基础理论体系 是源于内经的 当然了 临床辩证体系 是源于上海论的 所以四大经典 内经和上海论 这是最重要的 两部经典 最重要的两部经典 好 这是这个 这个问题的证明 这个问题的证明 我再谈第二个 争论的问题 101条 讲 伤寒中风有柴虎症 但见遗症便是 不必悉剧 这个但见遗症便是 这个遗症 历代伤寒中家 有争论 而且呢 这不光是 遗症有症论 还有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呢 都是三阳病 都属于阳病 为什么治疗太阳病的 麻烦汤 桂枝汤 治疗阳症病的 白虎汤 成细汤 张景不说 但见遗症便是呢 为什么独独的 少阳病的柴虎汤 张景提出来了 但见遗症便是 不必戏剧 为什么对柴虎汤的辩证 和柴虎汤的运用 要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呢 我们必须得理解 必须理解 我先谈一下 争论的焦点是遗症 在争论 我给大家谈一下 我不具体的 具体分析 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 第一个是陈武锦 上海第一住家 他因为 这个遗症 属于豁然症 是指着 后面的七个豁然症 不包括前面的四大主症 不包括 但这个说法呢 这个清代的其他住家呢 有很多不同意 那陈孝谦就讲 这个 这个遗症是指 踢杠症 就口口厌根目悬 三个症 三个症 有一个 那就可以用小柴虎汤 那这个说法呢 有人也不同意 就你这样 也是问题的 那96条的四大主症 你怎么看呢 说音铁锹 提出来了 96条的 王来寒热 他因为说 王来寒热 这是 少阳病的代表性症 应该是遗症 应该指这个症 应该指症 后来有的上海住家 也提出来了 说你如果 张荣景说 有这个症 那刚才 但见遗症便是 不这样说了 干脆说 但见王来寒热 便是 不就行了吗 所以呢 对他这个说法 也提出 反对意见 后来 郑崇光 他都提了一个 缓解性的意见 他说 应该是 王来寒热 这个特殊症 再加其他的一个症 有人也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呢 你往来 还认这个症 再加另外一个症 那不都俩症了吗 你张荣景说 但见遗症便是 所以也不同意 郑崇光 历价也不同意 后来 林秀丽提出来了 他说 96条的四症 是指这四症 有一个就可以 有一个就可以 但是呢 有人 也不太同意 也不太同意 其实呢 对这个疑症啊 尽管呢 你看我这列了五家 的不同意见 不同意见 我希望呢 我们对这个东西呢 不要不要争论 你想说啊 往来还是 这从书籍的角度 是邵阳病的 比较有特殊的 特色的一个症 你还有啊 雄蟹苦满 这是邵阳的病位所在呀 邵阳属于胆呢 这是病位所在 默默心烦 就是肝胆主情绪啊 这也是 邵阳病的主症啊 对不对啊 不一时 这不是胆气范胃啊 木屑成土啊 所以影响到脾胃的 小黄吸收了 这个你也不能否认 因为肝胆主书戏啊 因此呢 留求力提出来了 96条四症之一 从某种角度讲 还有 还有一定的道理 还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呢 也有一定的缺陷 所以我呢 把这五个症排出来 五种观点排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我希望大家对这个一症啊 不用过多的争论 不用过多的争论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同样为羊病 为什么太羊病的麻花糖 桂枝糖 羊病病的白虎糖 成细糖 张路景不说 但见一症别生呢 这个道理 我们得不好明白 这才是这个问题的焦点 核心的东西 我以为 我以为是焦点 那个疑症只要能反映 少年病特点的 应和一个症 都可以是作为疑症 你不要说 扣回一个木悬 那个木悬那个症 那是风症啊 那不肝胆不煮风吗 那么也算呢 你也算疑症啊 所以呢 这个我永远不必争论 最主要是这个问题 我们得搞清楚 我希望呢 大家的理解 我希望大家的理解 我在这呢 给大家做个提示 给大家做个提示 在这 我个人是这样 为什么张老景在少阳病 对着少阳病的辩证和用药 提出弹剑疑症电视的 指导思维 最重要的是与并未有关 我个人认为 因为少阳第一属于半表半理 张老景叫做半在里半在外 半表半理这个地方 和表和理不一样 表四眼广泛 但是呢 他的位置是固定的 理呢 就是未尝啊 就未尝啊 但表半理 他有个最大的特点 是并未广泛 症状繁杂 就有一个广字在这里面 你看张老景在类数 上药病的时候呢 七大主症 还有七个豁然症 在类数洋味病和太阳病的时候呢 没有这样的说 这么一些症候 说呢 并未广泛 牵扯的地方比较多 因此出现的症状比较繁杂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少阳主书鸡 书鸡呢 有个最大的特点 是灵活煽动的 大家知道书 是什么呢 是闷肘啊 是闷肘 闷肘就是书 闷肘呢 有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呢 在表里之间 门里门外嘛 说明门是中间的 说明门肘呢 是在中间 这个位置在中间 说明书的位置是在中间的 这是一个特点 书它有第二个特点 那门肘 你主要做一个干什么 关门开门呢 这个门是动的 那是转的 对不对呀 也得说 少阳 因为主书鸡 它有灵活煽动的特点 这灵活一煽动 临床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生去病来了 就是症状多变 你看往来还热 一会儿收阻油温 一会儿热烧委屈等等 所以呢 少阳病的在临床上 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症状繁杂 一个是症状多变 你好说了 那么这两个特点 这与淡尖一胜有关系吗 有关系 因为症状繁杂和症状多变 它加大了临床辩证认知的什么难度 就说你在临床上 碰到什么情况 你马上脑子来分析 你这是少阳病 我可以确诊 你是属于少阳 少阳病 甚至我根据一个症状 我的判断 你是病在少阳 因此呢 就是因为一个广一个活 这两个字 所以张阿炯才写了这一条 写了淡尖一证别是这一条 因此呢 中情 具体来讲中情的本意 是什么意思呢 我个人理解两个意思 一个是要我们抓主证 你比方说凶械酷满 这是主证 因为这反映了病味 第二个是抓特色证 往来含着 这是特色证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书籍出现的问题 因为少阳主书 少阳主书 最后太阳阳面不一样 太阳阳面是不如书籍的 那不是书籍的 也就是说中情的本意 第一个呢 是告诉我们 要你在临床时 要善于准 你在诊代 和分析少阳病的时候 第一 要善于抓主证 第二 要善于抓特色证 这样呢 你对少阳病的诊单 就比较准确了 比较准确了 我个人认为呢 这才是中情的本意所在 也是中情 为什么写这一条呢 为什么写上汉中风 但见一阵便是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他的本意就应该是这样的 好 这是一个正正问题 这是一个正正问题 这个是吧 好 我下面谈第三个 其实呢 第三个我在签卖讲 半小鲜汤的时候 我已经牵扯到了 就小拆和汤 为什么不虚而补 你看科普 这三个主证 这三个主证没有虚证啊 好 九十六条 往来汉日 凶仙酷满 默默心烦 默默不淫食 心烦稀有 四组 全是实证啊 全是实证 今天是实证 小柴汤汤 一共七味药 柴汤黄芹去挟的 半下生姜是去挟的 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为什么要用一室拿走 没有虚证啊 你为什么要补啊 所以我们必须得理解 小柴汤汤 为什么不虚而补 就和半下现姜汤一样 半下现姜汤一样 我把小柴汤汤展开了 大家看一下 它是分了三个层次 是以柴汤黄芹作为重点 一个是解半表之邪 一个是清半里之热 这样一来呢 就是因为柴汤病 上阳病就是 挟在半表半里 就是柴汤黄芹 就是解决半表半里问题 而且呢 这两个药都归经于上阳 因为主症是以呕吐为主 所以呢 另外放了半下与生姜 这是合胃以致 最重要的是用了一身大藻 包括干草 这是扶正乙去挟 扶正乙去挟 所以呢 小柴汤 你看我们这一看 这个方子呢 非常非常的平和 所以我们常常叫做和解 办表办理 为什么用和解这个词呢 就是因为啊 它是对着书籍而言的 调整那个门肘啊 所以呢 是个合法的代表方 所以呢 这个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要理解 小柴汤 前门柴汤黄芹 拌下升降 很好理解 唯独难以理解的 就是阴神大藻 唯独难以理解 就是阴神大藻 所以大家一定好好体会 下面呢 我还要再谈一下 我还要再谈一下 这个清代一家虚灵胎 讲过一句话 他说 小柴汤之庙 三音深 你看这句话 好多人呢 不理解 如果让我们说 如果音频道说 你要问我 小柴汤汤之庙在哪啊 我肯定会说 小柴汤汤之庙在柴汤 大家都在这样说 其实呢 这句话 绝对的是废话 小柴汤汤之庙在柴汤 那不是废话吗 就像你 你饿了怎么办呢 吃吃饭啊 你磕了怎么办 喝水啊 那和这个不一样吗 所以徐龙胎这句话 我们得好好体会 音家没说 小柴汤汤之庙在柴汤 他以后这样说的话 没意思了这句话 但是他说的小柴汤汤之庙 在音声 在音声 你得琢磨琢磨 徐龙胎 他为什么这样来理解 小柴汤汤 说我们必须得琢磨琢磨 我因为呢 徐龙胎是真正体会到的 张织景在小柴汤治疗少量病当中 他警言要医补为何 医补为何 因为柴汤汤是和解剂 他警言医补为何 你看全是实证 但是呢 用音声打造 他体现了 变法变质思维 或者变法祖方思维 或者变法配武思维 我前面讲半下心堂的一个谈道 小柴汤是一补为何 半下心堂是一补为消 玄浮戴着汤是一补为将 黄连汤是一补为通 黄连汤知道味着品还有 阴阳汽上下 阳汽上下不通 转的一补为通 你好好体会体会吧 你看看啊 我们在京方的学习当中 竟然发现了这样一个组方 和配武的思路 配武的思路 这个我们讲方济学是讲不到的 不会给我们讲这样的问题 只能有道理吗 你仔细琢磨琢磨 还真是有道理 这就是我们中医学深层次的东西 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中医学在 方济学在配武当中 大部分的 不是深层次的东西 须则补制 势则卸着 寒着热 热着寒着 这是深层次的东西 这不是啊 这不是 但是不须而补 却是深层次的东西 你得有个道理 得理解透 说我后面呢 还讲了三句话 大家看一下 上面这四个方证 都属于实证 都体现的不虚而不 而且很有意思 都用的是阴神大枣 阴神大枣 你看这我谈了这三个 其实呢不止这三个 这三张方子 都是宗教病 都治疗宗教病啊 你看看是不是都知道宗教病 这是第一个 共同点 第二个 都治实证 这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呢 都体现的不虚而不 第四个呢 都是七味药 回去查 你看看是不是都是七味药 第五个呢 补的药 都是阴神大枣干草 一模一样 我不像同点 你把这五张房子 横起来 一理解 你发现 哎呦 张景是什么意思 你想告诉我们 什么事 这是横起来理解 排起来 我们来理解 说我们得理解什么 就是第二句话 张景不虚而不 这种变法步伐 在临床运用当中呢 主要是用中胶病和少阳疏疾病 中胶病和少阳疏疾病 他给我们提示了这样一个思路 说的呢 在提醒我们在临床上知道脾胃病 和治疗少阳病 临床上哪怕都是实证 我也要用补法 也得用脊胃补药 仔细想想 为什么 为什么脾胃病和少阳疏疾病 我要用补法 那个思路 我们得要是 抓到手 说最后呢 我还提出了一个思考的问题 比方说我给你一张方 我就给那个小柴虎汤 给那个小柴虎汤 要不呢 就不是说小柴虎汤这个方名 就小柴虎汤这七味药 来我给你 我说来 这张方的是不是治疗 虚实夹杂症 虚实夹杂症 你看了之后一看 七味药 四味药去邪 三味药服证 你这肯定是知道虚实夹杂症啊 对不对呀 但是 张警员问他 他告诉你 不是这样 这样的是实证 这样的是实证 好好想想 为什么 为什么书记 那个地方有毛病 尽管临床上不出现虚证 我也得用不要 想想什么道理 想想什么道理 所以我们中医的好多东西 都是深层次的东西 而且呢 有时候还挺难理解 挺难理解 但是呢 临床上 这都属于变法变成四味 属于舒达性变成四味 等等有 所以临床上 你如果是 吃通通的 用长法 有时候呢 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因为你缺这块东西 你缺这块东西 这就是 能职场者为中功 在职场的基础当中 做到答辩 上功 所以我一直是这样因为的 我一直是这样因为的 好 这是关于 这个 这个 弹剑一正便是的 来争论 我就给大家 谈到这 下面我举个一案 小查尔汤的一案 这是一个 因为小查尔汤是 临床常用的房子 我举这个一案呢 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比较典型特殊的一案 这是个四年级的女孩子 她 她妈妈呢 是银行的一个副行长 她爸爸是 这个 这个 就是那个炒股公司 这大老板 所以呢 她父母 你看 整天 她父母整天 围要钱打交道 所以 家里很富裕 家里很富裕 这个孩子 平时呢 也好吃肉 特别好吃鸡肉 鸡腿呀 几乎每天都要吃 结果呢 很胖 四年级 还长得很胖 但是四年吃的好 也很胖 但是却经常的感冒发烧 这是感人的 明日 吃了太好 休息日日 一发烧 一感冒 一发烧呢 就因为她家住的 离千福山医院比较近 一发烧呢 千福山医院是我们 山中省的 也是省基医院 三甲医院 这个 一发烧呢 就 就是 送到千福山医院 而且呢 她妈妈和她爸爸 直接给医生讲 我孩子 必须得用进口药 为什么 有钱呢 有钱 那得用进口药 说每次呢 住院打掉瓶子 都是用进口药 但这一次 出问题了 这次呢 一会高烧 一会低烧 就是这几天高烧 这几天低烧 这几天高烧 这几天 就是来来回回 高高低低的 一个多月 各种进口药都用了 无效 最后呢 就住进生理医院 山东省生理医院 这是山东省水平最高的医院 结果住院以后呢 经过能颜色发烧 经过治疗 效果不是太理想 而且呢 各种检查 全部都检查了 最后找出原因来 就为什么这个孩子 发烧这么长时间 但是呢 到最后 怀疑呢 是不是 白血病 于是呢 医生呢 建议到北京去 去回诊 赶快上北京吧 去回诊 出院的时候呢 在想起来 找中医 因为是他妈妈的 这个亲戚呢 后我呢 有点熟悉 就给我打电话 说是他家的亲戚这个孩子 出院了 医生说要上北京 上北京 得以待好几天呢 在准备呀 在沟通 在联系呀 说是不是 这个刚在生理院 住这么长时间 现在还发烧 是不是啊 是这个 这个 吃中药 来看看 找中医看看 我说那好 我晚上 这个 就过去了 我去的时候呢 正好是吃晚饭的时候 他来车接我 我就过去了 家里住了 二百多平房子房子 富裕 我一进门 在路上呢 那个司机呢 就是他妈妈的司机 司机就给我说了些情况 我一进门一看 那小孩 小女孩 就在餐桌上 在那吃谁啊 在那吃鸡腿 哎哟 手的哪里 都在那啃 走到盘上 还有一个鸡腿 然后呢 我去了之后呢 我说来来来 洗手 然后过来 我摸摸麦 我说你这发烧 还吃鸡腿啊 然后他妈妈说 哎呀 每天都得吃 就喜欢吃肉 就喜欢吃肉 然后呢 洗完手过来了 麦是腐朔的 能量是法低少 我去的时候呢 不是高少 是低少 麦是腐朔的 扁桃体是种大 那样还是种的 甚至是红的 这个 本来我一想 这个情况呢 我脑子马上想到 小柴虎汤 后来我又问了问了 有时候呢 小姑娘自己说 有时候那会这一阵的出汗 哎呀 这是因为不合了 所以呢 这不柴虎柜子汤 因此当时呢 我就开了柴虎柜子汤 但是柴虎用量是比较大的 用到的是20克 20克 另外呢 把阴身改成党身了 因为小女孩 不要是阴身 但是呢 要用身 因为小柴虎的祖方 不虚而补 这个思路 我走哪个地方 我从来补忘 你们就是没有虚证 我也得用 但是这个小女孩 我当时没有阴身 我用的是党身 我开了三副 我说来吃三副 然后呢 我根据情况再调方吧 如果是这三天 你们北京联系好了 那赶快上北京吧 三副 热退了 不发烧了 这等一个多月 当一个半月 你想想 然后呢 她妈妈给我打电话 说哎哟 说偷一天 吃了第一天的时候 就体温很低很低了 就是3712度 赶到第二天 就基本上就不发烧了 第三天 就喝完了 不烧了 问我 能不能怎么办 我说你来 原方不动 你再给我吃三副 因为得折腾了一个半月 将近 我说你来 你再吃三副 又拿这个 又自己要是 又是抓了 是柴桂之汤 又抓了三副 六副 这三天 最后这三副 这三天的也不发烧 因为她妈妈又把电话 说 孩子三天不烧了 江大夫 怎么办 哎哟 当时我就笑 说怎么办 上学呀 怎么办 但是呢 我给她讲了两条 第一 少吃鸡腿了 就是吃的要清淡 因为这个孩子内伙大 现在很多小孩 内伙都非常大 为什么呢 就生活水平太高 光吃肉 包括小女孩 也离开肉也不行了 第一呢 不是因食要清淡 第二呢 你孩子太胖 体质有问题 应该加强一下体断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以后想着感冒了 吃点中药 甚至吃点中程药 不要上医院去打进口药 这刚好是 这是不合适 你感冒 你还要用进口药 你们家尽管有钱 但是你不能这样 这样是不合适的 是不合适的 后来还真不错 后来这个孩子 又感冒了一两次 每次感冒都让我去给他出厨 就一到三副药就好 后来体质呢 真是变过来了 后来很健康 上中学呢 基本上再没有感冒 基本上再没有感冒 你看 这就是柴虎为之汤 第一个治疗思路 一个治疗思路 好 下面呢 我在 我在谈 这个第四个问题 周恩兰兴的问题 关于大柴虎汤证 为什么不属于少阳间 阳明正 按照全国教材的观点 除了我主编的教材 不这样写 其他人主编的教材 都写 都把大柴虎汤证 作为少阳间 阳明正来看待 为什么这样印定呢 就是因为 大柴虎汤里面 有大黄 和芝食 大黄芝食 是成其汤中的两个药 但最主要是 有大黄 最主要有大黄 因为有大黄 所以呢 就印定 是少阳兼阳明正 因为用大黄 同大便 谢阳明之日 我个人因为 这个是 应可 这个印识是不合适的 大柴虎汤里面 尽管有大黄 但是他不属于 少阳间阳门症 他能连属于 少阳病本症 只不过呢 他属于少阳病 本症当中的重症 也就是 张老鼎在认识少阳病 本症当中呢 一个轻症 是小柴虎汤症 一个重症 是大柴虎汤症 一大一小 非常清楚 包括方明都给我们提醒 对我们做了这样的提示 你看我下面呢 做了一个认证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我讲的这个观点 是我个人的观点 全国教材讲的不一样 所以呢 我必须把道理的讲出来 对不对 第一个 我讲的现行思维问题 我们现在学习上方认 学习古人的东西 好多东西呢 因为张老鼎 他说基本上 他不给你讲理的 我们来分析这个道理呢 往往呢 是一方策证 一方策证 这个思路没错 但是你不能说有的方证 都要一方策证 那又不合适 现在就有了是吧 你在分析思维上 就是一个现行思维 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医 见到大黄 脑子里面 马上就联想到大变 进而联想到杨命病 哎呦 有时候呢 我讲座的时候 我就讲 我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这么有思路啊 这么有思路 一说到大黄 脑子里面 想的是大变 我常常讲 难道都有个大字 大黄大变 都有个大字 或者是大黄和大变的颜色 差不多 你怎么能这样想问题呢 是啊 尽管大黄 有好几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 卸热同变 但是你不能 一说到大黄 脑子里面 马上就联想到大变 这非常不好事 这就是一个现行思维 第二 我们从病症分类的角度讲 少阳病是病在半表半理 就血气结在半表半理 但是 张勇在原文的论书当中 讲得非常清楚 大叉不堂是偏解于半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病进入到血分了 不光是在气氛 因此呢 他属于少阳重症 你不是一方测证吗 你看你从方当中 你可以测试下 大柴不堂 是小柴不堂 去掉阴神甘草 是吧 就是不补药去了 光留着大嫂 但是呢 重点是 加了三个要 第一 加知识 知识干什么 这是 知识 配合柴虎 来破气氛之节 这歇解办理啊 歇解到少阳 这是破气氛之节 然后呢 加上大荒荒少咬 这是干什么 这是破血氛之节 破血氛之节 因为 大叉不堂症 属于少阳重症 不光是病在气氛 还进入到血氛 因为心下满腾啊 歇下满腾啊 心下也满腾 歇下也满腾啊 为什么疼啊 不通则疼啊 提示我们呢 是脉络 有余制 脉络有余制 所以呢 你看啊 小柴虎汤 去掉阴神甘草 加知识 是配柴虎 破气氛之节 加烧药 和大黄 是干什么 是霍血花瑜 破血氛之节 这才是大柴虎汤 当 方 正常的方节 这是一个理由 第三个呢 我们从方节命名的角度来探论 张语于在山岸链上 同一张方明 官上大小两个字 这提示什么问题呢 所致的症 是轻 一个轻 一个重 但所致的病 是同一种病 就是因为 同病 正有轻重 方有大小 方有大小 你看 我下面举例子 大小青龙汤 大小青龙汤 都是制造太阳伤害症 发行力大的 大青龙 发行力小的 小青龙 这很清楚啊 还有 大小先凶汤 都制造先凶症 知道 知道大街凶的是大先凶汤 知道小街凶的是小先凶汤 就 街凶症重症 是用大先凶汤 轻症用小先凶汤 同样的道理啊 我们从大小青龙和大小先凶 你就明白了 大小柴虎也是这个道理啊 少阳轻症 小柴虎汤 少阳重症 大柴虎汤 但是 大小柴虎汤 所制的病 都是一个病 少阳病 因此呢 你不能说 大柴虎汤 没有大黄了 就少阳间杨明正 是制俩病 这是不好事的 是违反中经本意的 违反中经本意的 这是第三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最后一个理由 如果说 少阳间杨明正 有没有呢 有 张景确实认述了 少阳间杨明正 但是却不是大柴虎汤正 是什么 是柴虎家王小堂正 那才是真正的 少阳间杨明正 所以呢 希望大家好好去看看原本 柴虎家王小堂的原本 这是关于第四个问题 就是大柴虎汤 这为什么不属于少阳间杨明正 我这个探法 探法呢 是批驳了 传统观点和教材观点 当然我这个批驳 我得说出理由来 对不对啊 必须得说出理由来 不说出理由来 但是我个人认为 尽管大柴虎上来用了知识 也用了大黄 尽管知识和大黄 是承其汤中的两味药 但是呢 他说治的病 绝对不是阳明病 而是上阳病 我后面还有举例子 举临床的例子 给大家再进一步的分析一下 好 好 下面谈第五个 第五个疑难点 疑难问题 就是上阳病的湛羽 为什么不属于西冥湛羽 我们几乎所有的教材 在讲的时候呢 包括传统观点 一讲到上阳的湛羽 全都择之于心神的病变 心神的病变 我个人认为 我在讲 这个叙血症的时候呢 谈到热于学识症 我还谈到这个问题 热于学识症的湛羽 诸入明了 目的湛羽 那个湛羽 与心神无关 是肝病湛羽 是肝魂的问题 肝魂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 上阳病的柴虎加龙骨 目的湛羽 对湛羽 他也不是心病湛羽 他是肝魂的病变 肝魂的病变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这个思路 对湛羽的意识的思路 要多为一点 别光弄过之前思维 因为你之前思维 你碰到湛羽 你光置心了 你想不到 哎呦 这个湛羽 这个 甚至 这个不清 不言烂语 他是肝病 是魂的事 是魂的事 你看下面呢 我做了一个论证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讲 能言讲变的思维问题 所有一说湛羽 都责举心 这就是现行思维 这就是现行思维 这是不合适的 在第一个 第二个呢 关于肝和语言的关系 灵书九真论 讲得非常清楚 一句名言可以说 肝诸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肝脏和阴的语言 关系还比较密切 这古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肝为什么诸语 你仔细想一想 就是因为肝诸魂 魂烂了才开始无所八道 魂言赖语 这是第二个经典理论 这不证据吗 第三个呢 临床特点 肝病占语和心病占语 临床的表现 包括病因病机和表现 是有区别的 第一 病因往往是情之刺激 因为肝竹出现 肝胆竹出现 第二个呢 病机呢 不是心神迷来 而是肝魂迷来 第三个呢 肝病占语 往往有其他症状 往往表现为精神病状态 精神病状态 肆意主要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问题 肆意主要的 确实在厨房有要 因为你一旦变错了 很麻烦 因为肝病占语 你按照心病占语治疗 效果非常差 为什么呢 因为肝病占语 就是质责 就两句话 一个是输肝结瘀 一个是安定肝灰 你用方 得用什么 柴虎机 你即使不用 柴虎加龙骨牧里汤 你得用柴虎树干汤 后世的方子 柴虎树干汤 消耀散 这样的方子来进行加减 对不对 但是你要用上海任的方子 那就算是柴虎加龙骨牧里汤 柴虎加龙骨牧 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体会体会 好 我今天在这讲这个问题呢 后果前面讲 续血症的那个 热血实症 那个道理 同样的道理 热血症的占语 欲心没关系 因此呢 为什么呢 他瓷西门 至于是瓷西门 瓷西门血是肝脏的木穴 要用小柴虎汤 非常清楚 热血实症用小柴虎汤 用小柴虎汤 你们很明白吗 所以热血症的占语 一定是与肝胆哨阳 绝音有关系 肝胆哨阳绝音有关系 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体会体会 好好体会体会 这是也是和教材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也是教材不一样 好 这个是吧 你看我谈一下柴虎家龙骨木梨汤 是小柴虎汤 剧掉阴森干草 然后呢 加上了龙骨木梨千丹 佛林大黄归植 你仔细看一下柴虎家龙骨木梨汤 四个字 书震养蟹 这四个字 书是书肝 书肝解瘀 震呢是重症肝魂 养呢是养心或者养肝 安神 谢呢是谢热安神 谢热安魂 你看我做了一个解释 但是最重要的我给大家讲 有两个点 我非常喜欢用柴虎家龙骨木梨汤 我在那床上 这个不管是抑郁症 还是 不管是抑郁症 还是 其他的 有关精神病方面的病变 我常常呢 我喜欢用柴虎家龙骨木梨汤 但是我用的时候呢 第一 柴虎家龙骨木梨汤 我们如果找缺陷的话呢 就是书肝的力量 稍微小了一点 因此呢 在用的时候呢 要加上香腹和鱼筋 加大书肝解育的力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龙骨木梨是要用的 但是签单有毒 我们后世往往不用签单 所以呢 你把签单给去掉 你用龙骨 生龙骨生木梨就可以了 足够了 因为一用就是一两三十克 一两三十克 这是柴虎家龙骨木汤的 两个重点内容 两个重点内容 这个富林大黄贵枝 为什么要有贵枝呢 因为张景在论述 拆货架龙骨木梨汤当中呢 讲了一个主症 小便不利 也就是气化有问题 因此呢 还用了贵枝 如果没有这个症状 可以不用贵枝 可以不用贵枝 好 下面呢 我给大家举临床的例子 因为我非常喜欢用拆货架龙骨梨汤 所以我给大家举两个 拆货架龙骨梨汤的病例 大家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我先举一个例子 拆货架龙骨梨汤 治疗 视火战雨症 你好说了 什么是视火呀 视火这个病症 是内经 讲出来的 视火就是眼睛撒谎 视就你看东西 火呢 就不是迷惑吗 说视火症通俗一点 就是眼睛撒谎 就是你眼睛看的东西 是不对的 不是个实在的东西 所以我们叫视火症 视火症 干开窍一幕 再加上干煮魂 所以呢 这个视火和湛 一定与干有关系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我老家的一个比方 60岁的农民 这个很勤劳 我们老家办了个发电厂 火力发电嘛 说呢 就每天呢 很多车来送煤 拉煤 因此呢 有人收拾煤厂 他现在60岁了 但是呢 煤厂的厂长啊 听说 听说这个人啊 哎呀 非常的勤劳 说呢 就 这个找人啊 过去啊 是说 想着让他到 发电厂来当 零事工 光收拾煤 他非常高兴 那好吧 我去了 你想想干一辈子农民 上电厂去干活 不趁工一样吗 所以呢 挺高兴的 就去了 那时候呢 他只好60岁 他四个儿子 四个儿子 其中有一个呢 后果呢 是高中同学 他这个 他上没厂去 干了几个月以后啊 村里的人 就开始说闲话了 说什么闲话呢 就是 你看看啊 60多岁 还有这么多孩子 上电厂去 干这个重的活 这个意思 儿子们呢 不孝顺 不孝顺 否则的话呢 这么大岁数 能干这么重的活吗 就与村里面 说这个闲话 说这个闲话呢 时间一久 这儿子们都受不了 吃不了之后呢 就就就劝他 回家劝他 他父亲 就是别干了 好不好 他父亲不愿意 我 我带着上干的真好啊 我挺高兴的 每天 我也不累啊 但是呢 儿子们说 你都都都 都骂我们 说我们不孝 说你这么大岁数 要么呢 最后呢 他爸爸不同意 不同意呢 最后呢 大儿子 还厉害 之前上电厂 找厂长 然后呢 就是说我父亲岁太大了 你赶快 把他开了 我们劝他 他不听 你工厂 把他开了 这个他没办法 要么呢 这个厂长还说 哎呀 你父亲呢 活干的真好啊 没厂收拾的可干净了 要么呢 儿子 他大儿子说 不行 他60岁了 太累了 这个这个 我们得养他 我们得干活了 后来厂长 一看也没办法 那好 就把老 老人呢 就开了 就开了 你看农村的老人 如果是不干活了 每天吃完早饭 就拿着个凳子 就坐在 这个枪根下 晒太阳 抽烟 拉滑 没别的事啊 所以呢 他回家之后呢 就是这样 吃完饭之后 拿着个麻渣子 就到 枪根下 就是和邻居们 坐着 是拉滑 抽烟 这个事 但是呢 两个月以后 得了个病 因为他心情不好 一直是抑郁的 因为他喜欢干活 两个月以后呢 他发现呢 他的眼睛出问题了 第一个呢 是看东西模糊 不太清楚 这个老年人 这不是常见的事吗 第二个呢 是火症 具体是怎么火呢 我们可以叫做 事以为三 或者叫做事以为二 事以为二 就是 比方说 一个人在他面前 他一看 不是一个人 是两三个人 两三个人 就是他个眼睛啊 就我们说眼睛撒谎 然后呢 这个眼睛一看 很多的人啊 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呢 说呢 我这个眼睛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他儿子呢 就领到医院去检查 上眼科去检查 一检查呢 一查 是眼底都没硬化 你想你们大岁着 哪能 没有眼底多么硬化的呢 说眼底多么硬化呀 然后呢 就给他 这个治疗眼底多么硬化的药 是 结果呢 吃着也不管用 啊 大致一个多月以后 又开始 出现什么 沾雨 就是白天不沾雨 白天很清醒 就是晚上 晚上回家 啊 这个因为在外面 在外面坐着 啊 拉拐吗 没什么事 喷完了 然后呢 就回家吃晚饭 赶紧回家呢 老伴呢 就把饭 做好了 就单上消灼了 就给他 就 就做的 我们老家呢 做炕 在炕上吃饭 消灼了 以后呢 就给他 我上单饭 结果呢 麻烦了 就开始 说话 就沾雨 主要是说 啊 这个 一个 一个是 这一辈子 就他这一生当中 在他身边死去的人 警员呢 都回来了 都到家里来了 而且呢 很有意思 排着队来的 是按照死去的年月 啊 排着队 进屋 快到哪里 啊 你比如说 一个 一个王大爷吧 啊 死了几十年了 哎呀 哎呀 王大爷 我都是年没见你 你看 哎 快点进来 上康了 啊 其实呢 已经 人都死了几十年了 死了几十年 这是一个 啊 最后呢 每天晚上 几乎呢 全是 这么说胡话 而且全是死去的人 因为老家都迷信呢 你看 晚上这样说的话呢 那么就是 他就说 前面那个房子上 排着队往下走 啊 因为 等来是儿子们啊 吃完饭 往往呢 到他 到他父亲家去 坐一会儿 后来儿子们都不敢去了 为什么呢 不害怕 啊 就是 一到晚上 那鬼啊 那鬼魂呢 就排着队到家里来了 是排着队进 进的门啊 谁排第一 谁排第二 谁排第三 他自己都跟你说 而且还按照死去的年约 跟你说 还不说错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老伴 把这个菜 就做好了个菜 那个盆 把那个盘子 搭上来了 他拿筷子要吃 结果呢 就就喊他老伴 说你快来 你快来 他老伴呢 就说怎么了 说你怎么回事啊 你用这个猪肉炒菜 你怎么 你用的不是猪肉啊 你怎么这个盘子上全是小猪 就是他眼睛一看盘子上 就是一群小猪在盘子上跑 就在盘子边上跑 下了他筷子 他不敢去煎菜了 就是去弄菜 为什么呢 是活猪啊 所以呢 这个菜 他不敢吃 不敢吃 他老伴的 说你这样胡说 哪来的猪啊 他就看着猪 就是有猪 于是菜都不敢吃 菜都不敢吃 这边是精神有问题的 于是呢 他儿子就领上 倒精神美元 最后给他诊弹 抑郁症 然后呢 给他吃的西药 结果呢 没消 吃了时间比较长 冷言是差不多 每天晚上 一回家就要胡说 就要胡说 孩子们都不敢回家 我放假 放暑假 这个回家 然后呢 他第三个儿子 说我是高中同学 听说我回来了 就过去找我 就给他讲爸爸 他爸爸这个事 就去看看吧 哎呀 我们现在都不敢 白天我们敢去过去 晚上都不敢过去了 吓人呐 天天晚上 那鬼魂都拍着队进家 说是你去看看 能不能开个中药 给你吃吃 我说那好吧 是吃完早饭 我过去的 他儿子领着我过去 过去之后呢 这不认识我吗 看见之后呢 然后我们 我们坐在 炕上 这个就说嘛 他说 哎呀 你是放假了 我说是放假了 哎呀 我是听说 你身体不太好 我过来看看 我想给他开个中药 吃吃 然后他说 你不用 你不用给我开中药吃 没用 我活不几天了 我说你怎么呢 你怎么活不几天了 他说你不知道 我天天晚上见鬼 每天晚上见鬼 那死去的都排着队 进屋上我家来 和我拉拐 我知道我活不几天了 大家想想 本来是抑郁症 再加上是恐惧 说呢 整个 整个的大脑 完全崩溃了 把你回来 我一看那个情况 这个这个这个 要说着说着 自己去掉泪 为什么呢 他自己就说 我知道我活不几天了 很意思的 你不用开药给我吃了 说我每天晚上 他那次鬼魂的 都来都来家 领我 然后呢 后来我想 调解调解他的情绪 我还问 我说 我听说 你那个眼睛看东西 一个东西 你一看好几个 他说对呀 是这样啊 然后我还说 我说你见你老伴 看见你老伴 那也是好几个呀 你说的真对 我有时候看我老伴 十多个老伴 当时我还笑 我说你真有福 这么多老伴 他自己 我说到这 他自己也笑 他说 他试着 说有时候我一看 我眼前十多个老伴 是活证 那是活证 当时呢 我是很明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给我说的时候呢 是掉泪了 都苦了 苦了 他说出了见鬼这个事 让他心情很压抑 最重要的 是骂他儿子们 就是我本来在电厂 我干的活 干的可好了 但是呢 他们非得不让我干 结果呢 让电厂 把我赶回家来了 就讲 我就这样 我这儿子们 不过 折腾的 说呢 我才得了个病 我活不几天了 后来我劝了一劝 因为我说你放心 我用中药 让你调过来 你只要是 眼睛看东西没问题了 晚上呢 那鬼魂也不进门了 我就让你大儿子 上电厂 找厂长做工作 让你回去再干活 我说行不行啊 哎呀 他一听 很高兴 他说好 你开药给我吃吧 我再给柴虎家 弄购物理堂加紧 就这个发 因为他明显 非常清楚是干于化火 但是呢 弑火症还有什么 还有干因不足 男生之一不足 因为他虽是中性 虽是大 我再在柴虎家 弄古物理堂的技术上 进行加减 20副 吃了三个星期 弑火和战雨 明显的减轻 原先是每天晚上 都会见到鬼魂 现在不是了 有的是晚上 他老伴讲 哎呀 挺好的 他不胡说了 他不胡说了 再一个呢 见他老伴 也不是十多个老伴了 就是适合的情况 也非常非常轻易了 就是偶尔有点乏作 但是呢 老人的体质非常好 因为我要放假 我要快快回来了 临走的时候呢 我给他大日子讲 我说现在呢 吃 我再继续挑挑方 让他再吃个 这个几十副 他都没什么事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体质很好 你得让他做个工作 上电厂找厂长 做个工作 让他回电厂去 继续干个活 你只是给电厂说 让他去干个轻快 别太累着他 就行了 他必须心情舒畅 他都没病 否则的话呢 他麻烦 这将来还要复发 他大儿子一听 非常高兴 他拿好 这个事我办 就上电厂和找厂长了 然后就上厂长 和厂长的一交流 厂长一听 还挺高兴的 让老人回来吧 回到工厂 又干了65岁 回家养老 72岁 是因为脑出血去生 但是呢 从从年以后 这个干预症 就这个适合占预症 再没有复发 再没有复发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干预 非常典型的 拆户加路口的胎症 拆户加路口的胎症 这是第一个病例 下面我在谈第二个病例 我在谈第二个病例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个女的 是拆户加路口 木栗汤 和尚干麦大早汤 的一个治疗 议案 这个女的 有两个 两个小女儿 四十来岁 生了两个女 两个女孩子 但是这个女的 脾气极其暴躁 可以说邻居们 没有个干扰的 没有个干扰的 吵架打仗 真正是战无不胜啊 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呢 到了后头 公公曾经在大街上 公开骂仗 把公公骂的跑了 公公都骂不过他 这脾气很暴躁 而且呢 这个气势呢 也非常的充足 因为谁都不敢惹他 这个地步 他在乡镇的面粉厂 做临时工 做临时工呢 因为一辈子听强势的 结果呢 有一天和厂长的夫人呢 一下子起矛盾了 吵架了 这一吵架呢 因为那是厂长夫人呢 他席里面稍微有点胆怯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周围的众人呢 都肯定支持厂长夫人啊 结果呢 他吵架从来没有 没有打过败仗 这一次呢 大败而归 就跑了 就直接跑回家去了 要跑回家去之后呢 就不上班了 而且天天在家里哭 天天在家里哭 这个 他老公啊 做了他的工作 孩子也做出工作 但是呢 没用 结果呢 有一天 这个开山的一个老人 就是在山上 这个护山的 就护树林的一个老人 看见他丈夫 给他说 说哎呀 你啊 也劝劝你媳妇 说怎么了 他说 我这几天天天看到他在那个坟地 就是在你父母那个坟 跟前呢 跪着 哭 他说 我们的老家呢 有一个是很大的一个坟地 很大的一个坟地 全是在那个大树林的里面 大树林的里面 那个堪山的老人 他开始他说 我几乎天天听有女人在里面哭 但是我不敢进去看 又那是他那坟地呀 说有一天呢 我壮壮胆子 拿着手里拿个铁鲜 就进去了 进去就进去 随着生人呢 就找找找 一找一看 哦 是你媳妇 说你劝劝他 别每天呢 跑到坟地去苦啊 真是吓人 他丈夫 听说之后呢 不相信 就说 不是这样啊 后来呢 他丈夫呢 就盯着 结果呢 发现了 果然如此 他丈夫一看 这些精神有问题了 就领着他 到医院去 结果去看 医院给他诊断了精神病 但是呢 也给他的药吃 效果也不 也不是太好 这与他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他就是过不去啊 在面身场 这场仗 这样的心里 一直过不去 就是 男人是每天要哭 但是呢 不到坟地上去哭了 在家里哭 后来呢 就找我 用中药给他治治看看 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摸摸摸麦 非常典型的 是感情欲解症 这可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他一哭泣为主政 所以呢 我用柴火加热五分汤 喝上什么 干麦大豆腾 当时呢 这个 一次呢 我就给他开十四副 两个星期的 结果呢 吃了四十来付 不哭了 基本上情绪呢 比较稳定 每天啊 是做饭 从孩子上学 干什么 就是一个 家庭妇女做的 干着活呢 都干得很好了 他老公也很高兴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基本上不哭了 基本上不哭了 后来 我说 既然这样的话呢 就暂时不吃药了 但是呢 有一个事 我得说明白 他丈夫说 什么事 我说 不能再会面粉厂工作了 他丈夫问我 说为什么呀 我说 我说 他不能见到 厂长夫人 他只要见到厂长夫人 就你媳妇这个脾气 马上呢 救病复发 我说 你一个临时工嘛 就不要是 再回去 在上面做临时工了 就这个问题 你不信 他要回去之后 你见到厂长夫人 就这个脾气 马上心里面 又开始郁闷 结了呢 这个精神病 又开始发作 这就是个精神病了 在我们中间里讲 就是干瑜 就是余政 就是余政 这是好我疑问 看出来了吧 柴火加龙武 柴火加龙武 木铃堂 真是一张好法子 真是一张好法子 我希望呢 能以大家的重视 六个是柴火机 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三个 就是小柴火 大柴火加龙武 那三个 我今天呢 就不给大家讲了 因为这三个是我最重视的 也是临床最常用的 三张柴火机 我希望呢 能给大家一个启发 另外呢 我们对少阳病 一定有一个特殊的 印识 一定要抓住 两个关键词 一个半秒半里 一个书记 这两个关键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少阳的特色 同时也是少阳病 在临床上 变质认质的 一个关键所在 我希望 大家能重视 好 今天呢 关于少阳病的 这个疑难问题和临床 就给大家讲到这 下面我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 我看看 这个少阳病和更年症 这个超热变肝 汗多 这个我不给大家说了 因为更年期呢 确实是有超热 有汗多 因为更年期呢 甚阴虚嘛 再加上干火望 因为更年期是女人的 一个大门槛 你正好是 你可以以拆户家人 股目的汤 但是呢 一般来讲 要加生地 织母 火麻仁 等等这类的药 就是你的养阴清热 你养阴清热 我刚才讲的 你看香腹 瘤筋 腹手 这类树干解育的药 你都得用上去 因为好多的女人的更年期 这个脾气控制不住 很烦躁 焦虑 所以呢 疏干是一个很大的 很重要的问题 尤其是平时呢 脾气暴躁的女人 更年期啊 说着实在话 都能上访 都能上访 因此呢 更年期 不光是要不慎的问题 疏干也是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思路 有一个问的 问这个问题呢 我还是想 说一下 就是这个抑郁症 同时呢 浑身怕冷 用柴火桂枝汤 七天以后 你效果不好 这个您要注意的问题 这个呢 不是拆虎柴枝汤的问题 您应该用四尼伞 这个 他这个灰身怕冷啊 他遇这个柴枝汤的那个怕冷 不是一回事 往往呢 是四尼伞给我们提出什么文 央于 外寒 所以呢 四尼伞散者 四尼伞是我们中医的 树干第一方 树干的第一方 然后呢 第二张方子 是送在 贺起居方上的 萧萧伞 第三张方子 是明代 张行若的 拆虎树干伞 这三张方子 四尼伞 萧萧萧 拆虎树干伞 这三张方子 是我们中医在临床上 治疗甘气欲解的 三个代表方 代表方 而张行在 山寒论上 讲四尼伞 这种什么 在少爷面前讲的 他是和四尼汤 作为对比 来讲的 因此呢 他没有从 树干的角度讲 但是呢 我们后世呢 我们往往用 四尼伞 把它当为 树干解语的 第一张方子 但张行在论术的 过程当中呢 用四尼嘛 手脚发凉嘛 他只是告诉你 四尼汤的四尼 是阳虚 临床上 还有一种四尼 还有一种 手脚发凉 手脚发凉 是什么呢 杨虞 不是杨虚 这是张行 在 讲 少爷病 讲类似症的时候 给我们提出来的 这个点 所以呢 你刚才说的 这个问题呢 如果是 这个更年期呢 不是柴虎脂糖 应该是四尼赛 应该是四尼赛 这个呢 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用的 主要是摆柴火 为了个问题 杨虎家 这个龙骨牧丽汤 为什么要去干草 这个 如果是讲这个理由的话呢 因为干草是干缓的 这是缓击的作用 如果真正要讲这个理由的话呢 就是杨虎家龙骨牧丽汤 重点是要疏打干气 要疏打干气 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呢 所以呢 你去掉干缓的干草 因为干缓的干草呢 它是 它有缓的作用 有时候会影响到 也许会影响到 干气的疏打 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理解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得知道 张景用干草 除了调和药物以外 还有一个负症的作用 就是 还有一个 就是不中气的作用 还有一个不心气的作用 只干草汤 而生干草 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解读的作用 就是 所以大家有注意 这是一个事 好了 基本上再没有什么问题了 还有一个好像 还有什么 千南有什么替代 我给大家讲 千南没有替代的药 没有替代的药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不用它 因为它有毒 生龙骨生木栗 都是用到30克 生龙木栗30克 足以能起到重振作用 所以 没有替代 这个是千南的药 因为有替代 那就是龙骨木栗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柴虎皆干音 我给你谈一下 这是野天士讲的 野天士讲过这句话 柴虎皆干音 但是这句话 后世的一家 基本上是不应可的 为什么不应可 我也不应可 为什么不应可呢 因为柴虎这个药 气味清清 气味清清 它不是那种苦寒药 所以柴虎 再一个呢 它这个发汗力 很轻很轻 它也不是 发大汗 用于伤音 因此呢 柴虎皆干音 野天士的这句话呢 基本上 后世一家呢 都基本上 是不应可的 我也不太应可 但是有一点 因为有一次呢 我到泰安讲座 有一个学生 就是提出来 就是要 就是经方 就是张领商人的方 要用原谅 不能而是 必须得用原谅 后来呢 我还给他说 我说你要用原谅 那小柴虎汤 柴虎是半斤 你用原谅吗 你用原谅用多少块 他跟我讲 他真是用原谅 他在临床上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我还真是给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野天士讲 柴虎皆干音 如果你用这么大的量 160克 那你真皆干音了 但是我们柴虎 没什么这么大量 就是用柴虎推烧 给多少20到30克 对不对 所以呢 但是真正输干的话呢 9到12克柴虎 就是输干的 生局清气 就生局清阳 我们用柴虎 6到9克 输干呢 是9到12克 退热 是18到24克 或者到30克 这是我们用柴虎的一个常规的 一个用量 也常用的用量 是这一半 但是 是 适量 怎么用